黄景瑜家暴 黄景瑜工作室正式发布声明,声明中表示家暴及逼腿等行为是为谣言,而他和王宇欣已经和平分手,声明中主要强调4.1,与王宇欣和平分手,没有家暴,所有传闻就没造谣,二警告造谣者停止造谣,否则将提起诉讼,三,敬请媒体停止转载不实传闻。 4.未来 黄景瑜会依如既往的好好工作,专注于作品。 从网上之前曝光来看,黄景瑜和王宇欣确实有过一段非常甜蜜的过往,黄景瑜也将这段感情保护得非常好。 早前介绍关于他的私人感情方面的报道,黄景瑜这份声明中称,和王宇欣是和平分手,但并没有说明是恋人分手还是离婚。 大部分网友也都在评论中选择相信黄景瑜,支持黄景瑜,对此,你怎么看呢?